我们在上一支影片里面 在最后面有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Intellij IDEA的LiveTemplate的使用方法 在这一支影片里面我们就做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LiveTemplate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即时样板 有的工具是把它称作是程式码的片段 Code Snippets 它其实就是我们只要输入了一个简短的缩写的关键字 然后按下一个特定的按键以后 它就会自动扩展成一个完整的程式码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可以很有效的提升我们写程式的一个输入的效率 而且随着我们这个样板数量的累积 将来累积的越多 你写起程式来可以使用的样板更多 那么效率就会更加的提升 在这边IDEL它预设的按键是按下TAP键 也就是说你的输入这个缩写输入完以后 按下TAP它就会自动展开 在我们的被展开的完整的程式码里面 我们是可以插入一些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IDEL有提供了内建的很多函数 来支援我们做更有效率的一个扩充 那扩展以后的文字呢 只要是变数的地方呢 我们都可以按这个TAP键 或者是ShiftTAP键 在这个变数中间呢 可以做移动 然后在这个变数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输入修改 可以说它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那变数 有很多个变数的时候呢 它的我们输入的顺序呢 就是在我们做这个EditorVariable 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它的上下位置就可以决定了 在LiveTemperate的设定视窗里面呢 我们只要先点击到某个群组 样板的群组 比如说我们的User这个样板群组 然后按右边的这个加号 然后再选择LiveTemperate 它这边可以新增一个样板 或是样板的群组 我们现在是要新增一个样板 所以就选下LiveTemperate 然后在这边呢 再输入我们的一个缩写 然后这边呢 是输入你的说明 然后在这边呢 再输入你的内容 那这样就可以定义一个样板了 那假设这个样板定义完以后 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有设变数的话 你就可以再点击这个EditorVariables 进入设定画面 然后设定完以后 最后还要记得去指定说 你这一个样板的适用的场合 是在哪个环境里面要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是要在Java的时候使用它 就要把这个Java给勾起来 好 那这个都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按OK就可以把它阻存起来了 那如果不用的话 就是这个要删除的话 就是点击了不要的这个项目以后 按右边的这个减号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范例 就是我们这个缩写叫做DT 然后它的描述说明 我们输入在这边 它就是显示账号日期跟时间 那在下面它的内容 就输入了一个Java的一个 区块的注解 就是用写线信号跟信号斜线 刮起来这一串就是一个区块的注解 在这个区块注解里面 我们使用了三个变数 User,Date跟Time 然后变数输入完以后 就可以用编辑EditVariables 来设定它的内容 我们就用User这个函数给取出来 Date就用Date这个函数 Time就用Time这个函数 这样设定好以后 我们按OK 然后我们来测试看看 我们在这个Main这一行 按下Shift Enter 它会插入下一行出来 然后打下我们的缩写DT 再按下Tab键 没有成功 我们看一下哪里错 这个缩刚刚不小心被拿掉了 我们要把它启用起来 表示我要启用 刚刚这个缩可能示范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拿掉了 我们重新再把它给打缩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 再打DT Tab键 你看它就已经帮我们把这个 注解给显示出来了 而且第一个栏位 它就会跳到第一个栏位的地方 我们按下Tab键 就会跳到第二个栏位 再按Tab键 就跳到第三个栏位 按下Shift Tab 它会往上移 所以可以在这个栏位之间移动 好,然后最后第三个栏位再按一下Cab 它就跳走了 好,那我们 假设我这个顺序要做变更的话 它没有跳到我们这个地方 好,我们在User的DT这个里面 按编辑变数 假设我希望我的第二个栏位 是要Time的话 我们可以按这个往上移 把它往上移 然后移动的顺序 就会是使用者时间跟日期 而不是我们刚刚的日期在前面 我们可以再试一遍 好,那这整段 如果都不要的话 就是把游标移到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 按下Ctrl W 它就会整个帮我们选起来 整个区块帮我们选起来 然后按下Edit 就把它删掉了 好,那我们再移到上一行 按Shift,Enter 再打DT 好,第一个栏位 按Tab键 你看它就跳到了时间了 所以它的顺序 是可以在EditVariables里面的上下顺序 来决定它的位置的 我们来汇总一下LiveTemperator 设定画面的一些 这些栏位的说明 在Abbreviation里面 就是输入我们的缩写的关键字 那一般我们会用很简短的英文字来代表 然后Description 就是输入我们这个样板的功能的说明 那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它会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说明显示的越完整 将来你要再重新挑选它的时候会更容易 然后我们真正的重点 是在这个Temperator Text这个栏位里面 在这边就是你希望以后要扩充 扩展以后它的内容 那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们可以含有变数 那变数呢 它的前后都要用大热散刮起来 这样它才可以形成正确的一个变数 记得就是前后都要有大热散 然后我们内建 idea内建有两个内建的变数 那这两个变数就是系统预设的 一个是$end 就是end这个变数 就是我们最后游标要停的地方 那还有这个$selection 这个是到时候我们在做按Ctrl-L-J 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可以让我们再做挑选 那你挑选的那个项目 可以用这个selection来表示 那这个将来我们有使用到 我们再来做说明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那变数我们可以用editor variables 来定义它的一些设定值 那这个设定值呢 就都是写在这个expression这个栏位里面 我们可以用下拉选单选择一个函数 或者我们可以自己输入 我们自己要的这个运算式 那在这个设定的画面里面最后还有一个define 要记得去输入它我们这一个样板适用的场合 那这个设定过场合以后 将来你可以再用这个 它就会变成是change 你就可以用change 再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live template里面 选择这个dt 再进到这个editor variables 那这个就是刚刚各位已经看过了 那在这个defines这个地方 它只要有设定过它就会变成change 那你可以再做一个设定 比如说 我的目前这个样板 我希望它要出入在宣告区 而不是所有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拿掉 然后把这个宣告区给打勾 然后按确定 那我们把这个内容给删掉 我们再试一遍 我如果在这个程式里面打dt 它是不会生效的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把它的 适用的地方 改成是要在宣告区 那宣告区意思是在这个messor的外面 我打一个dt 好 那它才可以展开 所以它这个适用场合 是可以做设定的 样板它的expression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的内建的函数 有相当多 那我在这边 我列了一个简单的表 就是可能是常用的 我把它列了出来 然后加上了可能的 可以用的一个范例 那完整的内容 就请大家直接连到 Jbrands它的网站 直接去查看 那后面我们就来 做几个简单的范例的说明 首先是预设 我们安装好以后 就会有这个变数 叫做soutv 它会自动去帮我们 取出我们最接近的变数 它的内容出来 然后我们的text 这个栏位 要输入的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定了两个变数 有一个expr底线copy 还有一个expr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栏位 我输入的第一个栏位 是expr这个栏位 它的expression 它用的是variable of type 然后传入一个空置串 预设值会是expr 意思是说 它一进去 预设的这个 如果它找不到变数的话 它会帮我们找出 会直接显示expr这个变数出来 这个variable of type 就是根据传进去的这个参数 来决定它这个变数 要形成什么样子 后面在expr底线copy 它其实就是把expr这个栏位的内容 直接给复制出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直接复制内容的 所以后面这个skip if defined 就会直接就跳过了 我们来试看看 在这个地方按shift enter 然后打下soutv 然后按tab 它就会直接帮我们抓最近的这个变数 它抓到的变数就是这个args 然后它会帮我们把这个args抓到的变数 透过expr底线copy的设定 复制到前面来 所以它直接跳过了 我们只有一个栏位而已 假设我们在定义的另外一个新的变数 比如说Streams1等于tab 我们再打soutvtab 它就直接抓到了s1 这个是这个样板它的功能 第二个范例是把soutv做了一个修改 再把党名 还有它的messor 还有它的行号 也加到我们这个输出的内容里面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是sop 它就把党名 然后方法 这些行号都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设定 它就是帮我们把党名取出来 然后等等这些设定 好 那我们可以来试看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设计了s1这个变数 sop tab 好 那这个就是党名 那这个是messor的名称 后面有行号 然后再取出我们最靠近的这个变数的名称 那这就是第二个范例 第三个范例比较复杂 它其实就是帮我们把我们方法里面的传进来的参数 都给显示在我们的萤幕上 这个通常在我们程式除错的时候很有用 那我们定义了三个变数 class的名称 messor的名称 跟一个pims 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呢 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groovy的script 来把它给取出来 那这个可能大家就是先知道这样子用就可以了 那将来随着你java程式跟idea的熟悉 你才有办法看懂这个程式 它其实它的意思是 把这个method parameters 这个函数的内容 这个其实就会取出我们函数的这个方法的参数 然后传给我们的groovy script的这个函数来操作 那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它会用这个底线1来表示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底线1做拆解 然后就把它的内容给一个一个给打出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范例 Ctrl、Shift、A 再选live templates 然后呢我们这个缩写呢 是把它叫做SOP 再加一个P SOPP 然后是有定义的三个变数 最复杂的就是这第三个变数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Groovy的内容 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样子 我们这个main没有什么特别的参数 它就只有一个ARGS 所以我们来复制一个新的方法出来 我们就是把游标移到第一个位置 class名称的第一个位置以后 按下Ctrl、W 它会帮我们把整个Messor都选起来 然后再按下Ctrl、D Ctrl、D就是帮我们把我们选起来的内容整个复制一份 所以我们就等于复制了一个main出来了 然后再按下Alt跟往上这个按键 它会在Messor中间移动 我们就移到了第一个Messor 然后我们把这个main改成Test 然后我们的参数呢 改成我抓第一个参数 S1、S2、S3 表示我Test的这个方法 我传了三个参数进来 三个参数进来 我们把它整个删掉 按下Shift、Enter 然后我们再打下我们的SOPP这个缩写 这个样板 它就自动帮我们把S1、S2、S3的内容全部打出来了 这个对我们一般在方法里面需要除错的时候 可以很方便的打出它这个参数的内容 通常就是说要确定我们传信的参数 是跟我后面程式里面要运用到的是相同 不会出错 一般会加上这样子的一个除错的讯息 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三个范例 LiveTemplate因为很常用 各位其实也要尽量能够熟练它 将来才有办法很有效的提升 我们整个程式码收入的一个效率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为止 谢谢各位